你是否曾经想过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不同的领域中取得惊人的成就 而有些人却只能在一个领域中勉强维持 你是否曾经想过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创造出颠覆性的创新 而有些人却只能沿袭传统的模式 你是否曾经想过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改变世界 而有些人却只能被世界改变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那么你一定不能错过这篇文章 因为在这里 我将为你揭示一个人的创新思维方式 这个人就是埃隆·马斯克 伊朗·马斯克 他是特斯拉汽车 SpaceX PayPal等多个知名公司的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 他被誉为钢铁侠火星殖民者 现实版托尼斯塔克等 他的创新思维方式就是第一性原理 First Principle Thinking 一 什么是第一性原理 第一性原理是一种从最基本的规律和事实出发 通过逐步抽象建立逻辑 数学或操作模型来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和机制的思维方式 第一性原理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李士多德 他认为在每一系统的探索中都存在第一原理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 不能被省略或删除 也不能被违反 他认为第一性原理是一种不需要证明的最基本的真理 是所有其他知识的根源和基础 在现代科学中 第一性原理也被广泛的应用 例如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等都是基于第一性原理来探索和解释自然现象的 第一性原理的本质是什么呢 第一性原理的本质是一种思考模式和科学方法 将事物和现象视为基本元素的组合 通过分解复杂的问题为基本单元来进行分析和处理 第一性原理的思考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思考模式 即从最底层的原理出发 逐步构建出更高层的概念和结论 第一性原理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基于实验和验证的科学方法 即通过观察和测量来获取最基本的数据和事实 然后通过推理和计算来建立最合理的模型和假设 第一性原理是一种从最基本的事实和规律出发 通过逻辑推理和分析 找到事物的本质和原理的思维方式 它与常见的类比思维 Analogy Thinking相对 类比思维是一种通过参照已有的经验和案例 进行类似和模仿的思维方式 马斯克在2013年的一次TED演讲中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了第一性原理和类比思维的区别 有两种思维方式 一种是类比思维 一种是第一性原理思维 类比思维就是我们经常做的事情 我们会说 某件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它和另一件事情很像 我们只是做一些小的调整或改变 而第一性原理思维 就是你把事情归结为最基本的真理 然后从那里开始推理 举个例子 有人可能会说 电动汽车的电池组很贵 因为历史上电池组的价格就是这样的 所以电动汽车永远不会成为主流 这是一种类比思维 但如果你用第一性原理思维 你会问电池组是由什么组成的 它有碳 镊 铝 硅 硅等元素 你可以去伦敦金属交易所查看这些元素的市场价格 把它们加起来 你会发现 电池组的原材料成本只有电池组的市场价格的百分之几 这就意味着 如果你足够聪明 你可以找到一种方法 用这些原材料制造出廉价的电池组 让电动汽车变得实惠 从这个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性原理思维的优势在于 它能够让我们跳出既定的框架和限制 回到事物的最基本的层面 从而发现新的可能性和机会 而类比思维的劣势在于 它往往让我们受制于过去的经验和现状 从而导致思维的惯性和僵化 二 马斯克是如何运用第一性原理的 马斯克是一个多领域的创业者和创新者 他在互联网 电动汽车 太空探索 太阳能 脑机接口等领域都有着卓越的贡献 和影响力 他是如何在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领域中取得成功的呢 答案就是他运用了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方式 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问题和解决方案 从而创造出了颠覆性的创新 一 互联网 PayPal马斯克的第一个成功的创业项目是PayPal 这是一家提供在线支付服务的公司 它让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安全 便捷 低成本的金钱交易 PayPal的诞生 改变了传统的金融体系 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马斯克是如何想到创立PayPal的呢 他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 重新思考了金钱的本质和功能 他认为 金钱本质上是一种信息 他可以用数字和代码来表示和传输 因此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不用互联网来构建一个全新的金融系统 让人们可以直接在网络上发送和接收金钱 而不需要通过银行或信用卡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呢 这样 人们就可以节省时间和费用 同时也可以提高安全性和便利性 马斯克的这个想法 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前卫和激进的 因为互联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和成熟 而且人们对于在线支付还没有足够的信任和习惯 但是 马斯克并没有被现状所束缚 他坚持了自己的第一性原理的思维 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创业者一起 创立了PayPal 并在短短几年内 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在线支付平台之一 2. 电动汽车 特斯拉马斯克的另一个成功的创业项目是特斯拉 这是一家专注于开发和生产电动汽车的公司 它的目标是为人类提供更加清洁 高效 智能的交通方式 特斯拉的电动汽车 不仅拥有优秀的性能和设计 而且还具有创新的技术和功能 例如自动驾驶 智能导航 远程控制等 特斯拉的出现 挑战了传统的汽车产业 为电动汽车的普及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马斯克是如何想到创立特斯拉的呢 他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 重新思考了汽车的本质和功能 他认为 汽车本质上是一种能量转换和运输的工具 它可以用不同的能源来驱动 例如汽油 柴油 电力等 因此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不用电力来驱动汽车 而不是用有限且污染的化石燃料呢 这样 汽车就可以利用更加清洁 可再生的能源 同时也可以提高效率和性能 马斯克的这个想法 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冒险和不切实际的 因为电动汽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和普及 而且人们对于电动汽车还存在着很多的偏见和误解 但是 马斯克并没有被现状所困扰 他坚持了自己的第一性原理的思维 与其他有远见的创业者一起 创立了特斯拉 并在短短几年内 就成为了全球最具创新力和影响力的电动汽车公司之一 三 太空探索 SpaceX 马斯克的又一个成功的创业项目是SpaceX 这是一家专注于开发和生产太空探索技术的公司 它的目标是为人类提供更加廉价 可靠 可重复使用的太空运输工具 以及实现人类的多星球殖民 SpaceX的太空探索技术 不仅拥有突破性的创新 例如可回收的火箭 重型运载火箭 星链互联网卫星等 而且还具有远大的愿景 例如载人登陆火星 建立火星基地 开发星际飞船等 SpaceX的出现 颠覆了传统的太空产业 为太空探索的进步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马斯克是如何想到创立SpaceX的呢 他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 重新思考了太空的本质和功能 他认为 太空本质上是一种无限的资源和机会 他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 因此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公司来开发和生产太空探索技术 而不是依赖于政府或其他公司呢 这样 他就可以自主地控制太空探索的方向和速度 同时也可以降低太空探索的成本和难度 马斯克的这个想法 在当时看来是非常疯狂和不现实的 因为太空探索是一个极其复杂和高风险的领域 他需要巨额的资金 人才 设备和技术 而且很难有明确的回报和收益 但是 马斯克并没有被现状所吓到 他坚持了自己的第一性原理的思维 与其他有梦想的创业者一起 创立了SpaceX 并在短短几年内 就成为了全球最先进和最具野心的太空探索公司之一 三 我们如何运 运用第一性原理 从上面的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出 马斯克是一个运用第一性原理的高手 他用这种思维方式 在不同的领域中创造了惊人的创新和成就 那么 我们是否也可以学习和运用第一性原理呢 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我们遵循以下的方法和步骤 我们就可以培养和提高我们的第一性原理的思维能力 一 具体方法 一 分解问题为基本元素 马斯克在面对一个复杂的问题时 会将其分解为最基本的元素 然后从这些元素出发 重新构建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受到既有的解决方案的疏忽 也可以发现一些被忽视的潜在机会 例如 当马斯克想要制造火箭时 他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 去购买或者仿造已有的火箭 而是从头开始计算 火箭的各个部件的成本和价值 他发现 火箭的最大成本并不是燃料 而是火箭本身 而火箭的使用效率非常低 一次发射就报废 相当于每次坐飞机都要扔掉飞机 他认为 如果能够实现火箭的可重复使用 就能大幅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于是 他着手研发了可回收火箭 也就是SpaceX的猎鹰系列火箭 成功实现了火箭的多次发射和回收 创造了航天史上的奇迹 二 挑战常识和假设 马斯克在运用低性原理思维时 会挑战一些看似不可动摇的常识和假设 从而发现一些新的可能性和机会 他会问一些看似愚蠢的问题 从而引发一些有趣的思考和讨论 例如 当马斯克想要制造电动汽车时 他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 去制造一些低性能 低价格的电动汽车 而是从零开始设计 制造出一款高性能 高价格的电动汽车 也就是特斯拉的Roster 他认为电动汽车并不一定要牺牲性能和美观 而是可以通过创新的技术和设计 打造出一款能够吸引消费者的产品 他挑战了人们对电动汽车的固有印象 从而开创了电动汽车的新市场和新标准 三 结合跨领域的知识和经验 马斯克在运用第一性原理思维时 会结合他在不同领域的知识和经验 从而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和创意 他不会局限于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而是会广泛地学习和探索 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看待问题和解决方案 他会借鉴和融合不同领域的最佳实践和创新思想 从而创造出独特的价值和优势 例如 当马斯克想要制造太阳能屋顶时 他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 去制造一些单纯的太阳能板 而是从零开始设计 制造出一种既能发电又能美化房屋的产品 也就是特斯拉的太阳能瓦片 他认为太阳能屋顶不仅是一种能源解决方案 也是一种建筑美学的表达 他结合了他在能源 汽车 设计等领域的知识和经验 打造出一款能够满足多种需求和喜好的产品 4.5W1H方法 5W1H是一种常用的问题分析和解决的方法 它是由以下六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成的 分别是who谁 what什么 when和时 where 地 why 为什么 和号如何 运用这种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 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和理解 从而找到最基本的事实和规律 以及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例如 我们可以用5W1H来分析以下的问题 问题 如何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who 我们是谁 我们的工作性质是什么 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工作团队是怎样的 what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 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when 我们要什么时候做 我们有什么样的时间限制 我们有什么样的时间安排 我们有什么样的时间管理 where 我们要在哪里做 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环境 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设备 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资源 why 我们为什么要做 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动机 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价值 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意义 how 我们怎么做 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方法 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技巧 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工具 通过这样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把问题分解成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从而更容易地找到问题的本质和原理 以及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五 反问反问是一种常用的思维锻炼和创造力提升的技巧 它是指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 从而引发新的思考和灵感 运用这种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打破思维的惯性和僵化 从而发现新的可能性和机会 例如 我们可以用反问来回答以下的问题 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去上班 反问 为什么我们不要去上班 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用手机 反问 为什么我们不要用手机 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吃饭 反问 为什么我们不要吃饭 通过这样的反问 我们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和视角 来审视我们的问题和假设 从而挑战我们的思维和认知 以及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二 具体步骤 一 定义问题第一步 我们需要明确地定义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或者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这个问题或目标应该是具体的 清晰的 可衡量的 而不是模糊的 混乱的 难以评估的 例如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问题为如何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或者一个目标为在三个月内完成一个项目 二 分解问题第二步 我们需要把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或者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分解成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或者最基本的假设 这些组成部分或假设应该是不可再分的 不可否认的 不可争辩的 而不是复杂的 有疑问的 有争议的 例如 我们可以把问题如何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分解成以下的组成部分 工作效率的定义是什么 工作效率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影响工作效率的因素有哪些 这些因素的权重和关系是什么 三 重新组合问题第三步 我们需要用逻辑推理和分析 把我们分解出来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或者最基本的假设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问题 或者一个新的目标 这个新的问题或目标应该是更加简单的 更加清晰的 更加有针对性的 而不是更加复杂的 更加模糊的 更加幻化的 例如 我们可以把问题如何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重新组合成以下的新问题 如何优化我们的工作流程 减少不必要的步骤和时间 如何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 减少错误和重复的工作 如何提高我们的工作动力 增加兴趣和满意度 四 解决问题第四步 我们需要根据我们重新组合出来的新问题 或者新目标 寻找或创造出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或者最有效的行动计划 这些解决方案或行动计划应该是可行的 可执行的 可评估的 而不是不屑实际的 难以实施的 难以检验的 例如 我们可以根据问题如何优化我们的工作流程 减少不必要的步骤和时间寻找或创造出以下的解决方案 使用更加高效的工具和软件 例如云端协作 自动化 人工智能等 制定更加合理的工作计划和安排 例如明确的任务分工 优先级 截止日期等 建立更加有效的沟通和反馈机制 例如定期的会议 报告 评估等